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的房价会不会要产的这个消息 我在这里可以正式的回复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到我调哈地产经济莉莉 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啊 大亚大移民部长在昨天上午的时候突然宣布 国际留学生的学签数量将大幅的这个缩紧 在未来两年类啊 新学签人数将减少35% 而我们安省的学签数量更是直接砍到了一半 那配偶的工签呢 也只提供给拥有博士或者硕士 以及那些专业资格 比方说学医学法的这个人士 那很多朋友看到这条中网新闻就说 哎莉莉这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房价啊 因为之前不是已经有说不让外国人买房了 说房价还会不会继续降 首先呢影响肯定是有的哈 每一种政策的制定都是想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 而针对学生的大幅缩紧呢 也是加拿大政府试图缓解 当地这个住房危机 教学资源压力大的现状 以及呢一些龙木混杂的学校 他想真正的吸引一些高素质的人才 可以为加拿大政府所用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因为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 一个政策的制定 从宣布到实施 再到实施之后的这个结果 其实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实施上反应没有那么快 更何况这个政策 对于已经拿到学签的人来说 都是没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 房价根本不会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 但是在未来四五年内 会不会有影响 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点 但也不会很大 因为想想看去年开始实行的 这个外国买家政策 和这个利息的增加 哪个对房价影响很大 当然是后者对不对 禁止外国人在温泰华买房子 我觉得对温泰华 去年的房地产市场来说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倒反而是这个利息的提升 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的 因为就温泰华来说 支撑温泰华房地产市场的 这个就是说买家吧 其实学签持有者 只占了很少很少的一半 尤其是近一年 其实很多朋友从多伦多 沙斯坦通 从海洋各省 以及从魁省搬家来外财化生活的人 其实是很多的 以及本地毕业之后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拿了移民身份之后 再买房的朋友 这样的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些小房 换大房 以及这些房屋需求调整的人 其实是占 这个大多数的 虽然说这个移民政策 确实多多少少的影响 到房地产市场 但是这个新政策的事实 我觉得对房产市场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就还是可以放心的 看起来了 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的 房价会不会要产的 这个消息 我在这里可以正式的回复你 不会 并且呢 我在接下来的几个视频里 会跟大家说一说 一月份我观察的房产市场 真的就跟我 年初的时候 预计的那个一模一样 2024年的房产春潮 在一月份的时候 真的已经前路头角了 关注丽丽湖 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